红灯绿酒夜 围炉照寒天 漫步于傍晚六七点钟的香港北角 仿佛置身浓墨重彩的老上海 夜色蓝山中 一座独具风格的建筑静静处理 作为北角曾经的艺术文化地标建筑 黄都戏院承载了香港七十多年的沧桑历史 也见证了香港文化的发展变迁 上世纪五十年代 大娱乐家欧德里打造了香港前所未有的 国际殿堂级艺术表演场所玄公戏院 可容纳千余名观众 于临近的国都戏院和星光戏院 形成港岛独有的戏院中心 撑起了半个北角的繁华与喧嚣 这个就是1956年的一个展报 全公是1952年开的 开幕了四年之后的一个演出 上面写着金鸣以高客户 意思就是当时的演出非常受欢迎 所以很快就演出所有的戏票都已经卖完了 在日前由新世界举办的名为《寻找你我他的皇都》的沉浸市历史体验活动中 我们得以一窥香港戏院的繁华盛况与前世今生 戏票就好像等于我们现在在现场表演的场刊一样 它会讲一下有什么演员去做 或者讲一下故事的大纲等等 最需要留意就是当时的票价 其实当时最贵是可以卖到10元到20元等等 当时一个马姐的月身只有35元 而就算是一个教师也只有200元 所以来这里的演出也是相当昂贵的 另外大家看到中间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放大的板 其实就是五几年的时候 欧德莱先生已经非常注重顾客服务之道 如果顾客对于表演 对于一个剧院有任何不满 可以亲自去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投诉 而这里就是一个1300个座位的sitting plan 其实1300个座位是一个非常大的剧院 其实去到现在的香港 都不是那么多个剧院游的 落成七年后 玄公戏院随之易守 更名为皇都戏院 作为全港现存最后的丹栋式戏院 皇都戏院天台上的飞拱 通过抛物线混凝土横架 展现了战后现代主义的简洁风格 被国际保育组织 誉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戏院设计 也成为北角繁华街市中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地标 飞拱除了外形美观之外 其实它是有一个实际的用途的 都是可以做到一个力量支撑的平衡 好像抓住了一个天花板 首作 老夫子等影片都曾亮相黄都的大荧幕 成为一代的影迷心目中的集体记忆 电视上面播放的就是一些 曾经在皇都戏院上映过 或者在皇都戏院取景的戏 在这里取景过的戏 包括有李小龙先生的死亡游戏 还有在98年陈果导演的去年 年陈果特别多都是有可以拍到皇高的造型的 上世纪的电影技术并不发达 飞灵胶片更是价高不易得 影院间常约定共享电影胶片 专门招聘走片员负责在影院间奔走地送胶卷 这一特殊职业也印证了鄙视人们 对于大荧幕的真挚热爱与迫切追求 当时的电影是用飞灵来做的 其实制作一卷飞灵都相当之昂贵 所以当时就会有一些叫姐妹戏院 他们就会share用这些飞灵的 而皇都戏院的姐妹戏院 就是之前在中环的皇后戏院来的 他们就会请一个酒片员 在一间戏院播完 他们就会踩单车送去另外一间 但是播放一套的电影 其实通常要五至一卷的飞灵 如果那个酒片员他纵切过去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叫做断片 就是平时我们说 在广东话说我喝到断片 其实断片这个字就是在这里来的 1997年2月28日 皇都戏院上映了最后一部电影 随后节夜改营为桌球城会所 从兴旺到没落 不过两年时间令人唏嘘 近年来西苑不少地方变为颓圆拜瓦 渗水剥落随处可见 2020年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拍得香港北角 皇都西苑大厦 启动一级历史建筑保育计划 尽力恢复保留和重塑西苑古迹的历史面貌 而历经半个多世纪后 这座古老建筑的经典传奇也将被再度续写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